欢迎收看今天1月30日新主播点新闻 我是美思 萨拉业共有35885名考生 参加2023年大马教育文凭考试 为了确保考生顺利复考 萨教育局成立灾难委员会 以监督是否有受水灾影响的考生 萨教育局局长拿督阿芝哈说 萨教育局成立灾难委员会 也获得联邦和州政府机构配合 他说预料可能受到水灾影响的考生 也被要求留在宿舍 或是考生可以选择 在亲戚家或邻近的中心留宿 如果考生因为水灾 而无法到指定或邻近的考场应考 必须立即通知学校或教育局 大马教育文凭考试 每日几日几日到3月7日进行 全校共有257个考场 共有2531名考官兼考 美里马宝国中家教协会 连同家长和学校食堂 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期间 为了给考生加油打气 每天龙流到学校 协助准备爱心早餐和茶点 马宝国中有488名考生 是全美里最多考生的中学 校长和教师一早就到现场 为考生加油打气 马宝国中家教协会成员 也一早到现场和教师 龙流向考生发表谈话 鼓励他们调整心态应对考试 考试期间 考生难免心情紧张 家教协会成员和教师 身体力行 清晨到学校陪伴和温馨叮咛 注意事项 缓和考生的紧张情绪 增加他们的信心 杀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长 拿多斯里 花蒂玛阿杜拉透露 科亚兰金卡负学金 将从3000令吉减至1800令吉 并透过今年推出的科亚兰金卡 附加榜 将增加医疗保险 持卡人可以到私人诊所或医院看诊 他今天下午为美里哥伦比亚医院 成为科亚兰金卡策略伙伴 主持推展仪式时披露 今年推出的科亚兰金卡付加榜 将改善现有金卡提供的福利 他倘言 过去确实有持卡的人士提出异议 表达希望在事时 享有更多科亚兰金卡提供的福利 因为负学金是自己死后 由受益人领起 因此经过生失 当局决定减少负学金数额 增加持卡人的医疗福利 他补充 这项福利将以家庭收入为条件 每个月家庭收入7000令吉以下的持卡人士 才能享有医疗福利 他提却 任联人士全网政府必须要耗很长的时间 排队等候看诊 所以沙政府将和私人诊所及医院合作 让科亚兰金卡附加版持卡的人士 可以到私人诊所或医院看诊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